你写过情书给自己吗? 2018年给自己 亲爱的,你知道吗? 我超喜欢你的笑容 当你感到快乐而微微上扬的贼角 或入两颗门牙而浮现的浅浅的酒窝 还记得当时你发现自己拥有酒窝时 那样的欣喜和惊讶吗? 因为你觉得有酒窝很可爱 2017年的日子虽然过得有点暗淡 导致这样的笑变得稀少 但是日子还很长 2018年还是个充满希望的象征 那就别辜负他的光芒 对人请一定要充满真诚 对物要心平气和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时间点上 没有谁是落后的 我知道2017年的你 可能有点浮躁、不安 但请相信这个道理 不要太慌张 你要善待每一个日出 然后在每一个日落 对自己点一个蜡烛 Things may seem hard But nothing is impossible 每当想放弃或感觉不安的时候 就回头看看现在这个埋头写字的自己 愿你永远平和 温暖 You carry so much love in your heart Give some to yourself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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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